大家好 介绍完了前边的三个部分核心考点以后 那接下来进入第四个部分 其他税种以及税法的基本原理 那这一块属于考试中的四重点 那它每一张的分值差不多都在五分左右 不会超过十分 所以这个每一张在考试中都不算那么重要 但是注意 这些个小税种还有基本原理的内容 虽然它考的分值不多 但是它可以出题的点有很多 就是比较零洒 所以你也不能完全忽视 毕竟它们加起来整体的分数还是不少的 所以我们要认真的去复习背一背里头的关键词 尤其要注意跟计税有关系的 跟税额计算有关的这块 我们要特别把握 因为它不仅影响它自己 它可能还会影响别的税种 你比如说在计算土地增值税的过程中 咱们就有一项扣除 叫做与转让有关的税金 那你得把承建教育附加 地方教育附加这些算明白吧 如果它错了 那最后的土地增值税肯定也是错的 另外还有就是那些大税种也会影响这些小的税种 比如咱们的增值税和消费税 它是承建税的计税依据 那如果前头两个大税种你算错了 最后承建税那也是没分的 所以这些税种之间都是有着很多联系的 最好咱们是在税额这种部分要多花精力 尽量把它给搞清楚的 接着来分析一下具体的考点 先是第一块 承建税以及附加 那主要就是把承建税的各个要素给搞清楚 因为教育费附加 地方教育附加跟承建税的规则基本一致 就是那个征收比率上有差别而已 先来看承建税的纳税人 它是缴纳增值税消费税的单位和个人 因为承建即附加 它是附加于两税之上的 所以你交增值税和消费税 可能会涉及到交承建税的问题 那接着它的适用税率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考点 一定要记住 首先大方向上 承建税采用的是地区差别比例税率 根据不同的区域来适用不同的比例税率 市区7%,县城镇5%,而其他区域是1% 那一般情况我们通过题目的提示 看纳市人的所在地 就能够判定他适用多少的承建税税率了 比如题目告诉你 我们是一个位于市区的服装厂 那我们的业务肯定适用7%的承建税税率 这是通常的情况 但是在这儿有一些特殊情况我们要把握 比如说遇上行政区划变更怎么办 这是我们今年教材的新增内容 比如这个地方撤线变市了 那我们到底是按线还是按市的这个比率来计算 要注意什么时候按新的来算 这事你要清楚 它是变更完成的当月起 是用新税率 撤线限市 那这个变更完 当月我就按市的税率来执行了 是这样 那在下个月申报的时候 我就直接按新税率来算税了 接着就是扣缴两税的情况 这事超级重要的 因为在增值税和消费税里都有这个扣缴的计算问题 那我们要知道这种情形下应该适用哪的这个承建税税率 比如咱们举一个典型的例子 说A位于市区 它委托位于县城的这个B工厂来加工一批高档化妆品 那这个时候注意如果是A委托B B是一个个人个体 那它是不需要代收代缴消费税的 但如果它不是个人个体 它就需要代收代缴消费税 它同时还要扣缴承建税 那这儿用的承建税率 就是县城所在地的税率 也就是受托方 也就是扣缴义务人所在地的税率 然后接着 如果说B没有扣缴义务 或者说B没有扣缴 那这时候A就要自行来纳税了 因为A必定是消费税的纳税人吧 好 它自己来交税 这个税是交到它的机构所在地 那算承建税的时候 当然就用它市区的那个7%的税率了 所以具体情况还要具体分析 接着还有流动经营的情况 流动经营 三用的是流动经营地的这个税率 那在哪经营 你在市区经营就是市区的 你在县城经营 那就是县城的税率 再有就是预缴增值税的情况 这个情况咱们在增值税 房地产相关业务里 是做过特别的介绍的 比如说 我是一个建筑公司 我在这个A地 但是呢 我跑到B地区给干活了 去承包工程了 那这种情形下 我需要在建筑服务 发生地预缴税款 好 那预缴增值税的时候 注意还要同时 把这个承建税什么的交了 那用的基数就是预缴的那个增值税 然后用的税率呢 那当然就是B所在地的这个税率咯 也就是我们的预缴地的税率 那当然回到机构这 我这机构这还要正常去纳税 然后正常算增值税 再减去我已经预缴过的税款 就是剩下的我要交到机构这的税 好 那真正申报缴纳的这个税款 这个增值税 它也要对应着产生承建税 那就以实际申报缴纳的这个增值税 所积数 用我们这个A所在地 也就是机构所在地的承建税税率 来计税好了 好 所以通过这些个描述 大家会发现 这个承建税税率 咱们到底怎么适用啊 它其实适用的就是 缴纳两税所在地的税率 对吧 你的增值税 消费税在哪交 那就相应的用哪的这个 承建税税率一块去交上 好 税率这块比较重要 然后接着再来看一看计税依据 那计税依据 当然是最最重要的考点了啊 也就是承建税到底拿什么来计算 这事非常的关键 你要把种种情况都搞清 好 先来看 第一块 它的真正的计税依据 应该是10纳的两税税额 也就是我们纳税人 你实际缴纳的增值税和消费税 这两税的合计数 这是我们的计税依据 并且要注意一些细节 比如说 我有这个月 这个应该交的增值税和消费税 我实际呢 享受了一些优惠之后 给它交上去了 另外呢 还查补到了一些 以前月份该交的没交的 我也在这个月交上去了 好 那这个查补的两税税额算不算呢 注意也是算的 好 所以10纳的两税税额 既包括当期的 也包括查补的以前的两税 好 另外就是 咱们只要这个 10纳的两税税额 而 不是说那个应纳的两税税额 所以注意啊 10纳和应纳其实还不一样 比如说 我应该纳的两税是100万 但是享受了这个优惠 享受了优惠 我实际交的呢 可能是80万 那得拿80万来集税 所以这直接减免的两税 这个不作为我们呈现税的 积税依据的 好 再有就是 我们要的是这个税额 来作为积税依据 那个两税的质纳金和罚款 这不是我们的积税依据 好 再有一点就是 这个呈现税是 进口不中 出口不退的 所以进口你交的那个两税 它是不用交承建税的 这个进口两税 其实情形是包括两类的 一类是进口货物 那如果我从国外进口货物 是要在海关这儿 交进口环节的增值税和消费税的 那么这个增值税和消费税 是不产生承建税的 这是一种情况 那再有一种情况 就是我进口的 如果是劳务服务无形资产 它也是一样啊 不用去交这个承建税的 那也就是说比如境外的ABC公司 向中国的假公司来提供这个咨询服务 是吧 那这种情形下 我们认为就是一个服务的进口 是吧 或者也叫这个境外单位个人 向境内来提供劳务服务无形资产 那这些情形下 其实这个境外单位个人 也需要在中国拿税的 如果他属于境内业务 也需要在中国拿税 那假呢 作为购买方 他支付款项的时候 就应该扣缴增值税 但是扣缴这个增值税 他不用去扣缴承建税 所以你看 这是不是彻底的进口不争了 不管你进口的是货物 还是进口的劳务服务无形资产 这个都是不用交承建税的 它所产生的增值税 消费税不用作为承建税的积税依据 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 这里面有点小细节啊 我们说境外的单位个人 像中国境内如果提供劳务服务 或者转让无形资产 那他这块所形成的中国的这个增值税 消费税啊 他是不用交承建税的 那是不是没有说不动产呀 也就是说ABC公司 如果卖一个中国的不动产 这种情形下 注意 由于不动产 这个房子是在中国的 所以这个业务就得在中国交增值税 是吧 它属于咱们的境内的范畴 要在中国交增值税 那么这个情形下增值税 它会不会产生承建 交易付加这些呢 会的 咱们这个说进口两税不征 那个说的是什么 进口老物服务无形资产 那些情形是不征的 还有进口货物是不征的 但是又没有说不动产 所以不动产这种情形 它产生了增值税 还是要正常的去产生 承建交易付加那些的 接着咱们再来看就是 进口不征之后 还有出口不退呢 也就是说 你出口有退还增值税 消费税的这些规则 但是承建税 它是不退的 从而咱们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出口 如果是采用增值税的 免底退税方法 那么免底掉的那块税额 它还要去算承建税 因为免底的这个税额 它实际上是你 正常内销应该交的税 只不过 由于你一边交税 一边还有退税 所以你那个该交的税 就别交了 是吧 它就抵掉了 抵消掉了这么一个效果 但是它本身是要交承建税的 如果没有出口退税这事 它得敲税 所以免底税额 也是承建税的计税依据 再有一点就是 咱们有这个增值税的 期末留底退税 是吧 不管是退存量 还是退增量 总之有这么一个 期末的留底退税 那么注意 退还的这个期末留底税额 它是要从我们 这个承建税的计税依据 给减除掉的 好 这个主要是为了 给我们退完这个留底税额之后 不增加承建税的计税负担 而设计的这么一个算法 好 这块大家也要清楚 关于计税依据这块呢 咱们再举举例子来说一说 好 首先就是增值税的免底税额 要进入承建税的计税依据 举个例子 比如说 位于市区的一个假生产企业 它出口货物 是用增值税的免底退税 8月应纳税额是负的200万 免底退税额是280万 那这时候我们承建税应该叫多少呢 好 来分析啊 当然前提 你得会我们的免底退的计算 是吧 如果免底退的公式你都不会 那这儿呢 你也肯定是没有任何头绪的 好 这儿呢 免底退的公式 咱们说了是四步取 第一步算什么 增退之差 也就是用外销额 乘上增税率减去退税率 算出来一块 就是叫当期免底退税 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 实际上相当于尽项税额 转出的性质 然后第二块 我们把内外销合并之后 算一个应纳税额 如果这个数算出来是个负数 那就要退税了 接着算第三步 就是理论退税额 我所说的理论退税额实际上就是这个免底退税额 就是最多可以退多少 它是拿外销额乘上退税率算出来的 然后咱们在比较之后退小的就好了 确认到底退多少 然后有没有形成留级税额或者是免底税额 好 那在这儿给了我们两个数据 一个是第二步的应纳税额 一个是这个相当于理论退税额的这个免底退税额 那这两个数字我们要拿他们的绝对数来比 也就是200和280 最后退多少呢 退的是较小者 退的是200 那么明明该退给我280 结果到手只有200 这说明什么呀 这说明有80是被抵掉了 为什么是抵掉了 咱们假设一下 这个应纳税额实际上是原来分成两块的 一块是你内销应该纳的税 一块是外销应该退的税 如果大家听过咱们基础阶段的那个公式推导 你就知道了 这个公式就是这么推导出来的 它是拿两个公式一减 这个给它减出来的 比如说我内销应该纳税是80 而外销应该退税是280 好 那这时候我们要一边交税一边退税 多麻烦呀 那干脆就抵掉好了 是吧 我那个80就别交了 然后退的时候给我退200不就行了吗 所以你看它就是这么一个结论 所以你看用内销的应纳税额80 减区外销的应退税额280 咱们得出来这个应纳税额是负的200 负200是这么出来的 好 那这时候理论上应该给我退280 那实际上呢 实际上就抵掉这80 再退给我200不就行了吗 好 那这种情形下我们就要考虑 因为这个承建税是出口不退的嘛 所以出口你退增值税可以 承建税不退 那如果没有退增值税这事 咱分开 内销去交80的增值税去 那么你那个80是不是肯定要产生承建税的呀 所以这个免底税额80要算承建税 我们是在市区那就用7% 好了 这是它的结论判定 咱们看到这样的数据能够得出来 免底税额是多少 能知道承建税的依据是多少 这就够了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提示 就是退还的增值税的期末流底税额 应该在继税依据中扣除 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意义呢 我们还是举例来说明 比如说 位于市区的假公司 7月份它的流底税额是30万 而8月份的销项100万 进项10万 那这种情形下 不考虑什么流底退税 那咱们8月份要交多少税呢 那8月份要交的就是 当期的销项减去当期的进项 再减去流底税额 算出来我的增值税是60 那不考虑消费税的话 就增值税 那咱们应该60乘上7% 算承建税是4.2 但是现在咱们这个企业呢 享受了流底退税 是吧 我退了一部分 流底税额怎么办 那比如说8月份 咱们退还了7月份的流底税额 退还了12万 拿到了12万的退税 那原来咱们是有这个 30万的流底税额 退掉了12万以后 是不是还剩下18万的流底税额呀 还有18万呢 好 那么8月份再算税的时候 咱就是这么算了 当期的销项100 减去当期的进项10 然后再减去它的流底税额 就是18万了 不是30了 那这样我算出来的 应纳增值税就是72了 那承建税是不是拿这个72 去乘上7%来算呢 嗯 不行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啊 我们原来没有流底退税的时候 应该是拿60来做基数算承建税 那现在你给我退了流底这个税额 那我的流底变少了 给我的应纳税额变大了 是吧 那这时候如果承建税随之也大了 你看是不是这有点不太合适了 相当于本来你给我退还流底税额 是一个照顾 是为了缓解我的现金压力 是吧 把我流底在那儿 一直没有用完的那个镜像给我退了 可是呢 你又增加了我承建税的负担 就好像有点 这个优惠就大折扣了啊 所以干脆咱们不让你增加负担就好了呗 所以这儿呢 说了承建税的依据呢 咱不是拿这个72来做的 而是要把这个退还的流底税额给它减掉 72减掉12之后 那个承建税的依据不就又变成60了吗 又变成60了 那么我们的承建税是不是最后交的还是4.2呀 也就是你给不给我流底退税 那最后我的承建税负担都是一样的 是为了达到这么一个效果 这是一块 那有同学说了 如果我这承建税的这个计税依据啊 它很小 还不够减这个流底税额呢 怎么办 不够减呢 就一直啊 那个没有减完的那个流底退税额 没有减完的那个流底退税额 那就继续往后击转 直到你给它减完了呗 就这么一个操作 那接着这儿还有第三个提示 说对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 更正查补以前 按照一般计税方法 确定的承建税计税依据 允许扣除尚未扣除完的流底退税额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事 如果这流底退税额啊 这个由于我的本期的增值税 或者说这个增值税加上消费税吧 这个承建税的依据呢 它太小 都减不完这个流底退税额 那还留了一些没有减完 没有减完 咱就以后再接着减 是吧 反正这个流底退税额 是允许从承建税的寄税依据 给它减掉的 直到你减完为止 那你说对于小规模纳税人来说 他有没有这个减什么流底退税 有没有流底退税这事吧 注意流底退税 那当然是一般大事人才有的 小规模你根本就没有进向 你怎么来的流底税额呀 怎么来的流底退税呀 这个小规模其实是不用考虑这事的 但是有可能是这样啊 你原来是一般纳税人是吧 有些有一段时间啊 咱们是给了纳税人 转身份的这个 这个情形的啊 你可以从一般纳税人 转成小规模 好 那你原来是一般纳税人 现在是小规模 但是我们查普更正了 以前按照一般计税方法 确定的那个承建税的 计时依据 比如说以前你少算增值税了 以前你少算消费税了 好 那现在咱们这个 要给你去更正查补的 这个两税税额 是不是也要相应的 去算承建税啊 好 那可是我以前还有一些 那个流底退税额还没减完呢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从 这个更正查补的 这个增值税消费税里头 去把那个没扣完的 流底退税额给减了 用剩下的部分 再去算承建税去 其实说了半天啊 好像挺绕 结果其实就是一句话 就是那个流底退税额 允许从承建税的 计税依据给它减掉 好吧 这是关于承建税的计税依据 咱们说的比较多 然后接着再来看 这个承建税的减免税 取收优惠这一块 说到了减免两税而退税的 那同时退还承建税 也就是说两税的减免 那同时也会承建税享受减免 但是两税如果说是采用 急征急退 先征后退 先征后反 这些个优惠形式的 注意那一般是不退还返还承建税的 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你比如说结合实例 咱们是一个软件开发企业 我销售软件是要享受什么急征急退的 是吧 那假设我的销项是销售额100万乘上税率13%算出来的 然后我的进项只有2万 那这时候我算出来的税额就是11万 那我先要把这个税给交上去对吧 软件销售我先正常的按税率算销项 见进项去交税 那么接着我还要退税是吧 因为我税负超了3%部分是急征急退的 那给退多少呢 由于我的销售收入是100%所以税负的3%那肯定就是3 所以用我交的税额11减去100乘上3% 那多交的那个8就要给退回来 那实际上我负担了多少税啊 我先交上了11又退回来了8 实际上我负担的税是3 可是承建税是以谁做继税依据的呢 承建税是拿我最初交上去的11来做继税依据的 也就是这个什么急征急退之类的 他都是先要正常把税交上去 那你在正常交这个11的时候就会产生承建税 而回头在退这个8的时候是不退承建税的 这个优惠政策啊 他们的相结合问题一定要搞清 不是说所有的两税享受优惠 承建税一定跟着去优惠的 还是得看情况 那这个减免两税是没问题的 但是急征急退先征后退这个 一般是不给退还反还承建税的 另外一个就是出口不退承建税 出口退增值税和消费税可以 但是不退承建税 那之前咱不就得出来结论了吗 得出来结论就是出口那个免底退税 那个免底税额是要计算承建税的 对吧 这就是出口不退的一个体现 看完了减免税 再来看一看它的纳税地点 那纳税地点啊 它就是在两税的纳税地来缴纳就行了 如果是扣缴两税的呢 那当然就是在扣缴地来缴就行了 实际上还是跟着两税一块缴纳对吧 接着咱们承建税的基本规则 搞清楚以后再来看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 最主要的就是他们的征收比率 教育费附加是3% 地方教育附加是2% 那继税依据跟我们承建税的这个说法是一样的 比照着来看就行了 这样关于承建继附加的问题 我们就介绍完了